大家好,今天我们看看中美超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首先呢是超市门前人流通畅 没有地摊摊贩,行人感觉较好 看看物价,半家轮的牛奶4块7毛9 这个牌子的奶在别的超市都会卖到5块多 虽然没便宜多少,但是江家的态度就值得其他超市学习 诶,等一下,是不是快过期了 9月20号,现在是7月底 没有快过期啊,就是让利而已 看,超市的走廊过道,一点也不用挤 法拉上某些超市太挤人了 感觉一点也不好 我就喜欢整个超市就我一个人的感觉 爽 暗中观察,超市的工作人员正在将快烂掉的草莓挑出来 再补新鲜的进去,超市的做法较为顾客着想 三九九的鲍鱼最便宜就这价了吧 三九九的鲍鱼最便宜就这价了吧 五白鲍鱼最便宜的 看看门口的大戏吧 799还可以啊 不错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到新世界超市了 看看这咸蛋399 上次我说地摊那一集 有拍过其他超市的咸蛋 同一个牌子 几家超市卖的都是349 新世界贵了5毛钱 特大白鸡蛋 平均每达1块4 诶 这态度就端正了 给新世界超市发一个奖状 我们再来看看半家堆牛奶 4块6毛9 诶 怎么比中美超市还要便宜 我记得这奶都是5块多呀 你看我找的物价图 都是5块多呀 我可以啊 中美超市都将到4块7毛9的 你买4块6毛9 我得再发一个奖状 大西瓜 999 这个价目前法拉升最高了 别的超市大西瓜都卖到5块8毛8了 新世界超市应当认清形势 打好价格战 暗中观察 超市工作人员正在将断叶菜 不鲜菜挑出来 直接当场扔掉 超市做法较为顾客着想 帮你点个赞 看阿姨正在选桃子 帮你点看 不鲜菜 我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